被称为中国蒸汽机的空井2000 创下多项世界第一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大家好 感谢收看我和百度百家号共创的精品栏目 金无答案馆 我是报名 预警机是集情报探测 指挥控制 通信导航 电子对抗 信息传输 与一体的大型综合电子信息装备 是国土防空中增强低空 超低空预警探测 和空中指挥引导能力的重要手段 是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 体系作战能力的关键环节 也是体现一个国家 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标志性的装备 在20世纪90年代 中国决定引进国外的先进预警机 来促进本土预警技术的发展 当时中国选择了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技术 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预警机技术的国家 其设计理念应该说已经超越了当时美国的E3、E2和俄罗斯的A50U预警机 但是中以的费尔康合作计划由于美国的干预而流产 中国航空工业被迫开始了自主研发预警机的计划 西安飞机制造公司于2002年开始研制国产的机载设备 兰金第14研究所也开始了国产机载维达的研制工作 2003年11月中国宣布成功完成空警2000预警机的首次试飞 随后的三架空警2000原型机都是以从俄罗斯购买的E2-76军用运输机为基础平台研制 首批装备中国空军第26师 空警2000一列装即开始执行多项重特大任务 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间 预警机监管了众多救援飞机 协调各类飞机进入狭小空域 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对地震灾区的空中救援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空警2000也成功地完成了对北京地区的防空预警指挥任务 空警2000预警机的成功研发和部署具有里程碑意义 它不仅使中国在预警机技术上走出了体制自主化 设备集成化 功能多样化的发展漏子 而且在防空预警作战模式上 也实现了以路为主到路空结合的转变 它是中国空军从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转变的标志性装备 作为中国军队的代表性装备 空警2000预警机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 并突破了100余项关键技术 累计获得了近30项的重大专利 它是世界上功能最多 看得最远 系统集成最复杂的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就连美军的预警机专家也承认 中国的空警2000 比美国的E3C预警机整整领先一代 空警2000的成功研发和广泛应用 不仅为中国空军装备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而且获得了世界军事强国的在意和肯定 它已经成为中国空军装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象征着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随着中国国防力量的不断增强 中国军工产业的持续发展 空警2000的各项功能性能 仍然在不断的升级改造之中 将在实现祖国统一和维护国家利益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感谢收看我和北斗北加号共创的精品栏目 均无答案馆 欢迎北斗搜索空警200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苗东百科 硬核科普